这个天碧翅雨就是天赐给你福报 其实天在理上说是一种自然之道 修善必定得福是自然之道 修家也说 作之善 则降之百祥 百祥是吉祥 你想吉祥如意 怎样做呢 要做善 要有一个善心 好像文昌帝君一样 那你的福才可以大 在事上来说 天上面真是有天人 真是有神灵 他们主宰人的吉凶和福 当我们起心动念善的时候 天人真是可以降福给我们 就像太上感应篇说 心起于善 善虽未为 则吉神而随之 我们心起了善念 想帮助人 还未去做善 善虽未为 善虽未为 则凶神已随之 善虽未代去做 已经有凶神恶煞 跟着我们 我们必定有灾热 这些 都是自然感应之离 所以文昌帝君 他的以理 和太上感应篇 是一贯 是同类 下面 第十句 是帝君 对我们一切众生的 开示 教导 他说 于事 奋于人弱 这句 是总的 提起来 说到下面 有这些开示 对我们世人的教训 下面就讲了四句 都是引用 古人的事例 给我们做证明 证明什么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丝一何都没有差错 第十一句说的是 直于公 自欲 大兴 是马之门 直是往直 过去 这个故事 发生在汉朝的时代 于公 是姓于 这个人 我们专称的与公 这一位长者 他是 监狱里面的 一位 当差的 一位欲竹 他 在工作的时候 对于监狱里面的囚犯 非常细心照顾 而且 凡事遇到 有冤枉的人 都尽心 尽力地 帮助他们 伸冤平反 其中有一个故事 讲到他们的地方 有位孝父 很孝顺的 做媳妇 他的 先生 早死 所以这位孝父 在家里守寡 而且孝顺 她的婆婆 婆媳 两人 关系非常好 因为孝父非常孝顺 所以婆婆 甚至想到 应该 要她早点嫁人 不要担忤 她的前程 有一天 这个婆婆 竟然 自己 吊死了 想吊自杀 目的 是为了 使得 她的媳妇 早点嫁人 不要连累了她 所以 婆媳两人 真的很难得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当地的 当地的 这些 人 就怀疑 是孝父 对她的婆婆下了毒手 迫她上吊 使得自己能够嫁人 被污赖了 结果判处她死刑 这位于公 千方八计地帮助孝父伸冤 但总是 没有办法之 成功 结果孝父还死了 被处死 处死了之后 那个地方 三年大汗 这个是有冤情 这个地方的太守 不知道为什么 就问这个鱼公 鱼公就说 一定是孝父 冤情未得到身属 所以 使得三年大汗 她 代表 政府 代表太守 去孝父 坟墓上 祭典她 而且跟她平反 结果 一平反之后 天下大雨 这是证明 帮她伸冤之后 有这个效果 所以鱼公 就是这样 帮助这些 受冤枉的人 去申冤 当然 还有很多是 生人 不是说死了之后才申冤 还有很多人 得到平反 所以 这位鱼公 他很自信 他说 我现在 要建一个大门 我家里建一个大门 那个门 要建很大 可以四匹马 的马车 可以通过大门 是司马之门 就是四匹马并排入的大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监狱里面 帮助了很多人 積了很大的恩德 所以我的子孙一定兴旺 果不其言 他的儿子 成了 国家的宰相 而且他的孙 也做了御史大夫 这个是很高的官职 这里为我们说明 修善得道的善报 第十二句是 斗士祭仁 高折 五知之鬼 这是另一个典故 是说的是五代的时候 斗士 是斗与君 他是燕山人 所以三字经里面有讲到 斗燕山有仪方 教五子 名俱阳 这就是说这个故事 这个斗燕山 斗与君 他到了三十岁之外 这个超哥